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肩周炎 失眠有辅助作用 孙思描在千金药方里称此穴为漏音 就是说这个穴位出了问题 人的肾水减少了 会造成肾音窥虚 引起虚火上升 只要我们感到胸口闷得不舒服 嗓子干痛 声音沙哑 甚至得了慢性咽炎 都可以按一按这个穴 既有滋肾清热的功效 还能让身体的三胶功能顺畅起来 可谓是一举两得 理肝见影的妙法 二 深脉血 专制深寒 深脉别名羊鞘 数足太阳膀胱筋 八脉胶会血之一 通羊鞘 在足外侧部 外怀直下方凹陷中 不由肥肠神经和外怀动脉网 有补羊益气 输导水湿之功效 主要功效为可缓解眩晕 双眼发红肿痛 腰酸背痛 足怀关节痛等症状 对腹泻 消化不良有辅助作用 腰背曲强腿痛 是明显的膀胱筋感受含血之气后的受凉之下 因为羊鞘通膀胱筋 而深脉本身就是膀胱筋的一个重要穴位 所以深脉血是阳中制阳 用这个穴位既能散除体内含血 又能使阳气通达癫顶 对人体不仅起到平衡的作用 还可以使人步履轻见交集 有的人会说 我又不会扎针 虽然知道这个穴位的妙用 也是指上谈兵呀 其实 道家医学所讲的八脉胶会血 既能针又能揪 膀胱筋交汇的重要穴位 它的取血法也很简单 在外怀内向下凹陷处 人体受到含血之后会缩成一团 这在中医里叫做狙击收隐 而深脉血有伸展脉络之一 可以快速调动人体阳气 阳气足则含血自散 平时我们可以用矮条熏揪 或者用手指点揉刺激身脉血 点按时会感觉到微微的酸胀 揪的时候 也感觉此部位微微发热即可 有时能明显感觉到 有一股暖流自脚下缓缓升起 瞬间人就会舒展许多 秋冬交替的季节 温差变化很大 也是流感高发的季节 建议大家买一些爱调回去 揪一揪身脉血 既可预防流感 还可以增强免疫力 尤其是老人 或者是体质偏寒的人 各应经常揪一揪 三 猎缺血 专制脑枕偏头痛 猎缺最早建于皇帝内经 灵书经脉片 为首太阴经肺经的落血 八脉交汇血之一 通韧脉 有宣肺散血 通调经脉的功能 适用人群 头部 颈部 经常出现病痛的人 主要功效 可迅速缓解颈椎 突发性疼痛 主治闹疹 偏头痛 扣歪眼邪 对感冒 哮喘 咳嗽 牙痛等 有辅助疗效 在人体上 猎缺血 就是我们修复头部疾病的工具 皇帝内经理记载 猎缺血 主要治疗偏头疼 头疼 闹疹等疾病 詹修大城中 有一首快治人口的四种血歌 其中一句为 头向寻猎缺 就是说脖子往上的病 都可以用这个血位来治疗和调节 猎指陈猎 猎开 缺指缺口 空吸 八脉交汇血之一 通韧脉 有宣肺散血 通调经脉之功 它是手太阴费精的落血 猎缺血很好找 在饶骨八突上方 碗横纹上1.5寸 取血时两手虎口交叉 当食指尖锁到凹陷处 便是该血 用猎缺血的手法 主要是弹拨 弹拨的手法 使在血尾或部尾 做横向推搓柔动 使肌肉 紧紧来回移动 也有酸胀等感觉为佳 平时感到脖子不适 发现脖子僵硬疼痛 就可以拨动猎缺血 不适感就会迅速减轻 按摩猎缺血时 双手一轻握拳 拳心向上 轻放桌子上 然后如法或按 或掐或揉 按摩该血时 会有酸胀或疼痛感 以酸胀感为好 4. 后吸血 统治颈兼腰椎病 后吸最早建于 《皇帝内经》 《灵书》本书篇 为守太阳小长经的数学 又为八脉交汇之一 通于都脉小长经 有书经历俏 宁神之功 适用人群 经常面对电脑的人们 小孩 上班族 家庭主妇 主要功效 可预防驼背 颈椎 腰部 腿部疼痛 也有保护视力 缓解疲劳 不经意气的功效 道家医学里 是非常注重后吸血的 它可以直接通到都脉上去 属于八脉交汇血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穴位 都脉主一身阳气 阳气旺则全身旺 针灸是比较专业的治病手段 如果大家只做养生保健 则只需用暗揉后吸血的方法 一般暗揉几分钟后 就可振奋全身的氧气 身体就会像熊熊燃烧的火炉一样 暖车心扉 后吸血怎么找呢 把手握成拳 在第五指关节后的远侧 长横纹头翅白肉技触即逝 即把手握拳 长指关节后横纹的尽头 就是该血 如果你坐在电脑面前 可以把双手后吸血的这个部位 放在桌子沿上 用晚关节带动双手 轻松地来回滚动 即可达到刺激效果 在滚动当中 它会有一种轻微的酸痛感 这个动作不需要有意识地去做 每天只用抽出三五分钟的时间来 随手动一动 坚持下来 则对颈椎腰椎确实有着非常好的疗效 对保护势力也很好 五公孙穴 摆平痛经 即脾胃即患的第一温养大血 公孙穴最早建于皇帝内经 灵书经脉篇 维族太阴脾经的落血 别走阳明 八脉交汇血之一 通于充脉 有健脾异味 通调充脉 消除脾及之功 适用人群 有痛经的女性 经常有不明腹痛 心痛 胃痛 胸痛的人 主要功效 可缓解痛经症状 对胃痛 呕吐 腹痛 腹泻 力疾等 胃肠病症有辅助功效 我们都是颜黄子孙 但很少有人知道 皇帝叫什么 实际记载 皇帝父姓公孙 名宣元 此血以皇帝的姓为名 正是取帝王居中央 而统治四方之一 公孙穴是脾经的落血 与出脉相通 脾乳土 在人体的正中央 主运化水谷精微 疏不全身 是人的后天之本 暗和 统育之道 公孙是脾经的落血 落属脏脾 联络胃腹 又和位于胸腹部的充脉 直接相通 所以它也兼有致脾胃 和胸腹部各种疾患的作用 充脉有五脏六腹之海之称 灵书经说 充脉乃十二斤之海 是人体的血海 这个血还有其他的重要作用 有待于发挥 比如治疗痛经 为什么公孙穴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呢 在中一里 公孙穴通充脉 督 刃 充三脉 皆起于包宫 其中 充刃二脉 与女子月经 生育 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因充脉具有含蓄 十二斤气血的作用 条理公孙穴 等于是对人体上十二斤的气血进行一次全面疏导 具有形于止痛之功 小关建议 有痛经的女性朋友可以多点揉公孙穴 为止 公孙穴在人的足内侧缘 第一植骨肌底的前下方 或于第一植骨肌底前下缘 赤白肉寄处取血 距太白血厚一寸 或在第一植骨肌底之前内侧下缘凹陷中 赤白肉寄处取血 平时为调节身体而找公孙穴 没有必要按照治疗用的位置去找 以自己的压痛为准 使用公孙穴时 可以使用灸法 用爱调熏灸瓷血 每次15分钟左右 也能温补皮痒 灸的时候有个窍门 叫雀灼灸 皮肤感觉有点发烫 马上拿开 然后再接着熏灸 反复进行 犹如小鸟灼时 可以很好的保护皮肤 公孙穴堪称我们脚下的第一 温养大穴 之此一个小小的穴位 就免去了以往我们需要 去医院吃药打针之苦 平时只要我们对公孙穴多多关注 必定能养足自己的后天之本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观众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 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